意外發生後,白色私家車撞到級四 車廂燒到融融爛爛,泵把都飛掉 碎片散到一地 私家車環分在兩條行車線上 懷疑與它相撞的黑色Benz 就停在30米外的路邊 右邊的車尾損位,司機就不見了 而對面行車線往長化穿方向落斜 有大約10米的欄杆被撞位 還有被火燒過的痕跡 事發是星期三凌晨5時多 攝氏的白色私家車在青衣西路近寮土路 懷疑與黑色Benz 相撞 還起火焚毀? Benz 司機之後汽車移逃 警方到場調查正追緝他的下落 2日發生後 青衣西路來回行車線近寮土路 一度全線封閉 攝氏26歲姓楊的白色私家車司機 營外之後及時爬出車外 受輕傷清醒送院治理 他未能通過酒精測試 涉嫌狂亂駕駛和酒後駕駛被捕 事後不顧而去的24歲姓陳的Benz 司機 下午到青衣警署自首 他涉嫌狂亂駕駛被捕 外見交由青衣南總區 推返三合軌行動走根樁